去年是耳蒙30周年 因为疫情我们延宕了一年 今年我们还是决定 要把这个重要的议题带给社会大众 擅长调频的泡芙同学 Kids Ride互动体验展 那这个名称有点长 为什么要这样子订呢 因为泡芙同学就是耳蒙的吉祥物 其实这也是我们长期的目标 希望让孩子的心声 让大人听见 那常常其实大人也是关心孩子的 但是因为彼此的频道不同 所以希望透过泡芙同学的协助 让大人跟孩子的频道可以对上 那这就是我们展览的目的 谈到儿童权力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生硬 所以耳蒙期待这次用体验互动展的方式 让民众更生活化去了解 儿童权力的内涵 这次我们挑了五个权力 也就是五大星球 从游戏权 隐私权 免受暴力权 了义权 和心理健康权 这五个星球 那关于游戏权 这件事情 其实游戏就是孩子的天性 但是家长常常忽略了他的重要性 其实孩子这次 我们透过建构式的游具 希望发挥他的创意想象力 其实透过游戏大家也可以学习社交互动 这是孩子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的权力 也是游戏休闲权最重要的精神 那谈到的隐私权当然是很广义的 其实我们从小到家长很喜欢晒娃 一直到青少年喜欢自拍 那我们这次排取的一个方式是让大家更理解说 其实在网路的隐私权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我们常常在网路上 其实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照片啊资料 但是不晓得有很多人 其实躲在网路的背后去搜集他们的资料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让大家可以发学说隐私双面镜这件事情 可以在前面当然是光鲜亮点 在背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那下一站是免受暴力权 这也是我们长期在倡议霸凌议题 或者是家长的言语暴力对孩子长期的伤害 其实是社会大众共同的一个记忆 我们每次谈到这些言语造成人的心理伤害 其实是长长久久的 这次我们透过了搜集这些文字 让参展者去感受到这些文字带给人的创伤跟压力 所以叫做文字压力仓 那到了儿少表义权的这一站呢 在去年我们创了一个1420的平台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发声平台 让14岁到20岁的青少年呢 都能有机会表达他的意见交流甚至提案 如果他们的联署到一定的儿盟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 让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去发声 或者做一些对社会上的改变 那最后一站来到的是健康群 就是我们这次谈的心理健康 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好像在表面 是一个就是很开心的脸 但是透过一层一层的询问以后 你才会知道他的内心 有什么样的心事或什么样的创伤 那我们这几年着重在推动创伤之情 也是希望说我们能承接孩子的情绪 其实无论怎么样的伤害复原了 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这是一项很有趣而且很有力的活动 我要谢谢儿股女朋友们 透过活活的互动程序 遇到娱乐的方式 让家长和小朋友 更了解儿肖的权力 并且把这个重要的概念持续 在社会上拉扯 赛场调平的胖子同学 以此外步道理念展 开展成功 C C 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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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我们的类型 是非常庞大的 非常大型的花表 可以 对 可以发现 非常大型的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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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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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往里面请 因为这是我们的调查室 就会 是一样 想要先好吃感情 喜欢你们的小朋友来 在这里 你是不是难吗 我 我先做一支服务部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 那这块都是常在细节 我 好 谢谢环渝委员特别来看我们的展览 竟然都在十年來做了很多很多的服務 從特殊金雲海開始 然後一般家庭到社會共衡 那 女問啊 很多困擾啊 當然有時候在外面 就是遊戲的時候空間不敢跟家長 還有我路上碰到腳是不問題 那今天這個感覺 只有一個小孩 今天也特別邀請子惠姐媽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認識兒子聯盟的 然後兒子聯盟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對 我們也是 我們是 真的 很容易讓我們知道 在說什麼 我們也希望能夠充滿一個毛皮 繼續支持 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對 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我們今天想要學一點點的 會不會你們堅持 會不會你們堅持的東西 直接放著 我知道 妳們好 那大家看 這個 靠近那個 柔弩音 將要日子清晰 是不容易冰聚 框桿 而 對 其實那時候 很 Twice 我就在資考說 怎麼樣可以讓兒復聯盟 跟社會記者有更多的火花 今年今年我們一定要獲得這個獎,獲得很重 很少看到一個貝殿組織他們的看護是從自己的自家人來做撰寫 人簸真的在那裡把它 California 拿到 assumption 貝殿的雙 Emperor, 我 Men해, 王臨 zuha 我可以看 這樣就是後悔的事情 我覺得這可能是 對於是先上到 這個人今天 這個工作中間收的 我們今天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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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透過這次的展覽 我們能吸引到更多共好的夥伴 和社會大眾的支持 一起來為未來的台灣兒童全力而努力 擅長挑拼的胖骨湯汁 開台湯 開台湯